大家好,我是龟木禅 很荣幸参加新征程上看应集活动 今天我们来到了佛山 参观佛山市城市安全运行监测中心 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震撼两个字 它的这个监测系统啊 就是整合了35个部门和企业的资源 通过这种线上的整合 各路资源的整合 还有高科技的注入 然后把整体的整个城市的安全管理啊 纳入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之内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平时在救灾抗灾的时候 信息是最重要的 你掌握了信息 掌握了第一手的信息的时候 你来应对这个灾害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得心应手的 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看啊 它的这个整合各部门之间的这种资源啊 把它集中在一个系统上 然后就能够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灾情灾害啊 就处理完 所以我们来看啊 整体我们来看这个系统呢 就非常的科学 它有高科技的含量 它也有各个部门之间的这个协同 我们知道在救灾的过程中 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这个系统把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打通了 然后呢就不会做一些无用功 大家都尽往一处使 这样呢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这个灾情给控制住 这是我对这个系统的 觉得特别特别震撼的一个地方 特别喜欢 就是如果我在佛山生活的话 我觉得我的生活的安全感是飙升的 谢谢大家 好 我先声明啊 我是顾安牧产的粉丝啊 你们粉丝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那么顾安牧产这一段视频呢 引发来热议 首先呢 是这个应急管理部门呢 他们的这个评论就关闭了 我估计他们领导在开会了 在飞起这是发生什么事啊 应急管理部 这个可是不得了的一个部啊 国家部委啊 那么邀请大V啊 一起新增层上看应急 要给他们做宣传 结果呢 就是评论关闭了 转发也都关闭了 全关闭了 但是这个视频还在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微博 这个这个这个搜索 也真是很搞怪 就是这一条啊 你还在 这些个信息在 电脑上收不到 你得上手机微博 才能收得到 你看其实已经关闭了 战方已经开辟了 评论演唱功能 就是因为他这个腰带出了问题了 我赶快啊 大家都在热议这个事啊 给这个固烟木层啊 泼脏水 我赶快我也看呢 他们怎么泼的这个脏水啊 发现的电脑还收不到 你看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腰带这里 据说是一个奢侈品牌 四千九一个一条 这个腰带 上电脑收了个什么呢 收了一条啊 说最早啊 这个固烟木层啊 讲这个 俄罗斯啊 打下一架 乌克兰的 这个美国无人机 其实这个是一个乌龙了 因为美国无人机非常的大 而他这个写的这个帖子呢 这个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好像是个民用的一个小飞机 结果只收到这一条 我说你这个不对啊 你这个电脑微博怎么回事啊 是吧 我想看看这个关于腰带的事啊 你给我弄这个干啥 就收不到啊 只收到这一条 就笑话我们固烟木层 我们固烟木层又不是军事博主 说打下了一架啊 全球鹰机 全球 全球鹰很大的 你知道朋友 有个朋友说 你百度百度也可以啊 实际上全球鹰这么大个了 比汽车要大得多 跟个小游艇才这么大啊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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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这个战友们就说了 说打下了一个小 全球鹰无人机 除鹰 我们打下来的 这是我们这些个战友们要 要维护固烟木层 全球鹰无人机是这样子的 是吧 当然了 我们也别跑题 现在主要是说 这固烟木层这个腰带是怎么回事 这个当时就笑话 叫固烟木层 这是六月份发 俄罗斯军队士兵站在一架被击落的全球无人 全球鹰无人机旁边 一个完整的全球鹰 系统估计耗资约四千万美元 我觉得这个四千万可能都 四百万 四百万可能是不够的 这个家伙 很厉害的全球鹰 上面带着的导弹 恐怕都价值这个钱了吧 这不管他了 我们现在还是要看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是吧 这位禁卫步兵师兄弟帖子说呀 这我都是用手机搜的 用电脑搜不到 说固烟木层这一条发生了什么事 转发和按钮都没有了 评论区也被隐藏了 估计应急部要应急这个事了 现在开会了 其实也很好解释 现在经济就那样 以前你穿国外奢侈品 估计不会有几个人在意 现在很扎眼了 这几位天天攒着劲 要接胡锡进的班 说实话 就凭你们那个修行 你们那个德行 比胡锡进差远了 胡锡进 2018年的时候就说过 要低调 要隐藏实力 到现在你们还听不到 就你们这个水平 看小飞盘的调性 比如恒河水是看见谁 谁说现在整个世界经济都不是太好 谁也不会独善其身 就拉黑谁 删除谁的评论 也许他们自己 自己说着说着 自己就相信了 我猜我被预防是拉黑的可能性 也上升了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被胡言不惭 给拉黑了 我看不到他的东西 其实粉丝亮 现在屈杖了 直逼胡锡进的 直逼胡锡进的司马尔南 当然这个水平确实没办法和人家比 你这个 我就爱屋及乌吧 这个有人把他挖出了一个2022年的帖子 就顾言不惭 说这种通稿一点意思都没有 第一中国人不再消费 什么溢价的表面商品 比如我已经不买国外奢侈品了 转向国内品牌了 国内品牌也很好 你们这些国外品牌 就是割我们第三世界的韭菜 这是他以前说过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 他这个反击啊 这个顾言牧场 这个反击也有点失礼 他说反贼们 告诉你们 我穿的衣服很贵 很贵 很贵 你们买不起 我不玩自媒体 我也买得起 穿得起 懂不 别看了 看完了你们更气了 我闲于二手 能卖出几十万去 就这水平 你懂不 我都不惜的说 我当年玩网游充值上百万的历史了 我就是因为上自媒体平台打怪了 才被网游荒废了 好吗 根据他这些个言论 有人在举报 是吧 希望 他做公务员的时候 有没有贪污腐败的问题 这个帖子是凌晨刚醒兄弟给的 看他一下午 这个是 就是都在折腾这个事 是吧 对呀 皮带 这是顾艳木才说的 皮带是以前买的 一直都没坏 就用呗 有问题吗 真是笑死了 欢迎给我增加流量 谢谢 另外我再告诉你 衣服也不是什么什么的 裤子也不是什么什么 这都不会毒啊 都是外国品牌 你也不一定买得起呢 是不是星巴克没给你结账啊 还是你是自来随 这个沈涛在下面 可能他是评论沈涛的 下面就是另外一个 姐姐说大妈这条皮带不错呀 看起来代言赚了不少钱 可惜是意大利品牌 你不够爱国呀 下面就评论一下子就被你看出来了 应急管理部的教培中心 这么明晃晃的意大利奢侈品牌的大logo 你们连个马赛克都不打一个 不过更应该打的是那张脸 翻车了啊 这个我很心痛啊 原来固然牧残你 原来你是这样子的 固然牧残又说了 这是夜里十一点钟 还睡不着觉 每天以气死反贼为己 碾压你们 懂吗 俯视你们 懂吗 以前我在体制内 我还得收着 现在好了 我出来了 我爱怎么折腾你们 就怎么折腾你们 说姑奇对吧 我有一抽腿了 你敢信 我还不穿了 跟塞咸菜一样塞着 你看眼睛 当然这个图片是其中之一啊 还有其他的图片 说这个姑奇 这个品牌叫姑奇 这有个评论 说粉丝已经结晶了吧 塌不了 这个评论这太妙了 结晶 顶流了 塌不了了 结晶了 麦延发了不少国难财 前公务员好厉害 这是赶在他发那条 知识国产品牌的微博前 去扫的货吧 这是赚了多少钱呢 把一只鳖 应进黄色的便盆 他能自比王妃了 嘴上都是爱国主义 肚子里全是生意 你这样说 不好啊 有人又翻出来 孤原牧残 最早评论压脖子 这就是压脖子 中间的就是筋膜 孤原牧残 我是你的粉丝 你们这个其他粉丝 千万不要到我这里来 我不是被你们蛰伏 我是怕你们太恐惧了 做恶梦 恐惧 司马南一千分 恐惧 胡锡进一万分 恐惧这个顾目残言 一亿分都打不住 一亿亿亿分 无穷金的亿 这个 这个是不是将来会成为 世界的尽头 我都不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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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